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BombiBi Stock Invest 今天是美好的星期一 所以大家如果你们还没有赞老师的标志 你们可以来到这一个BombiBi Stock Invest 老师会发出一个链在这一个视频下面的概念 所以你们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看到老师最近关注的股 可是这些都会比较迟啦 可能是赚了或者亏了 所以老师的Follower 有200多个了 在这里先谢谢你们大家的Follower 然后老师有一个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如果这一个Follower BombiBi的这个Patch 不是YouTube的 可以去到1000的话 老师或许将来会做一些的Update 未来的趋势 所以大家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 老师就会在可能在早上的时候就会Send出来 然后大家你们就可以看到的时候 你们或许就是一些的机会给我们啦 每个人 所以如果可以到1000个Follower的话 BombiBi 老师就会做这一个Update给大家了 所以这一个就是老师的Patch 希望你们去Follower 所以最近大家是不是都感觉到 没有Limit Up的股 都好像不大算是赚钱的股 所以大家是不是被这个Limit Up的东西 冲昏了头 其实你们不要忘记哦 在股市不是在你用最短的时间 赚最快的钱哦 是长期你能够生存在这个股市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过后 你才慢慢的去用你的技术 跟你的智慧哦 在股市的任职 来慢慢的翻你的本 变成你就能赚钱 这个才是正本事哦 所以在这里老师不是说赚多不好 只是说我们不要上瘾了 所以一直想要很快的赚到很多的钱 所以在这里老师第一支股 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JF Technology 所以这一支股 其实在我老师的这一个Spartan Training里面 其实老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有去抓了 所以今天他就接近了这个Limit Up 恭喜有买到的人 也恭喜你们自己本身有买到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的Update 最近的这个股市都非常的疯狂 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哦 所以你们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在这样的市场 如果你们看到有Profit 你们可以或许先考虑 Lock你们的Profit 起来先 然后才做下一个step 因为最近的波动蛮大的 所以这个就是最近的股市 不像我们之前两三个礼拜的时候 它一直上一直上没有什么回调 几乎没有什么回调 所以现在的股市又比较不一样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些的Update 关于我们的K Plus 之前有人问到老师 没有注意到因为太多的股了 所以OK 所以这一个就是K Plus 这一个是之前的啦 所以如果在这里买到的话 在这里哦 其实它一有这样的Signal 应该要跑了 因为最高嘛 所以说如果我们是在底部买的 这样的情况哦 你们又会怎么看 其实它还蛮漂亮的啦 其实也不会说一直往直下 因为它上也是有一个 也是需要时间啦 所以不是快快这样上去的 就算它一直这样子上去 你也会不会卖掉 这一个我们要问回我们自己 心里的这一个标准啊 我们心里给了这一个的 Tech Profit的价格 所以 啊 我们 老实在这里就是要提醒大家 不可以一直要很坦的那种性哦 所以在不对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离场 不后再进也无所谓 所以对于 至于这个 K Plus 它出现这一个 短期看是没有那么好 所以看它可以收在哪里 然后再回调 上去 Rebound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 或许就会往下升了 不过 K Plus来讲 它的基本是很好了 对于 因为它是疫情 受益的公司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 Top Growth 我们的老大 哇 所以这一只股 最近 相信大家都收到 看到蛮 看到蛮多的这一些的 update啦 这一些的 啊 Top Growth老板都有 update它的情况啊 所以 其实都还蛮强啦 Top Growth 都要接近历史新高的趋势 所以它这样子的手势 就 不是太漂亮了 所以看它可以不可以 冲过这里 冲过这里的话 我们直接看 36块 然后就是40多块以上的啦 所以这个是 Top Growth 所以我们要来跟进一下 我们的 Superman Superman 古哦 哇 Superman 古其实 就是 呃 在Spark 里面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抓啦 所以 啊 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 就 只是可以等待的啦 所以它 either 冲上去或者下回来这里啦 所以 就 就是这个两条路啦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的 Superman 这 我们看一看 Comfort 所以最近的 手套哦 也没有太 理想啦 都好 感觉像要套人 多过 它 它会上升 所以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 123 4 6 7 8 9 哇 连续10天这样的跌哦 不管我们在哪里这里买啊 高的地方 我们一定顶不顺的啦 所以这里 就一直卖咯 通常我们都会这样子 犯错的 所以卖卖卖 卖卖卖 结果 又来弹上去了 就非常的好咯 我们就追 结果 它又掉下来了 所以 这个是不是 我们呢 所以 如果是的话 我相信 我们更加的需要去学习啦 在股市里面 所以 这一个 是我们的 comfort 所以 接下来 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些 蠻HOT的图哦 OK 还有一支就是 HLT啦 老师最近的一种状 所以你们不要看到老师买 你们就一直追进去哦 因为老师卖的时候 没有跟你们讲 也来不及跟你们讲 所以你看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还是站在这一个 架位 其实都还蛮OK的 这一个 HLT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也蛮HOT的一些 股 Bio Bio Holding 如果你没有跟踪老师的话 其实老师也有做一个 Day Thread 在这个啦 这一个是 Top Volume的股 所以叫做 Bio Bio Alpha Holding OK 所以这一个就是他的趋势啦 所以老师蛮看好他会赢 如果能够上到这里 4毛 他就会突破上去啦 这一个就是 我们的Bio Holding 要看明天的首饰 今天首饰是蛮漂亮的 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看 OK 所以有一个东西老师发现到就是 的 Comfort的这个价钱喔 现在低于这个Rubrex 感觉市场有一点疯狂的 So SCGM 之前老师也有跟你们 来做Updater 所以他已经到很高点 然后也是跟手套一样喔 摊下来 然后你看他的灰跳 还比手套太强了 其实 所以这一支其实 还蛮不错的 老师也蛮看好的 这一家公司 So 对于他的技术面方面 在这里 就 追进去 除非你们有技巧啦 要不然 就不要做这个 追 的动作啦 So 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一些 非常的hot的股喔 So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科技板块喔 这一些就是老师平时会看的咯 JFTEC 看老师有帮你们Update了 So MY SCM 哇 这一支也是非常的hot So YFTEC 这一些都是蛮不错的 So NOTION 就掉了咯 PORMANX DS So 其实这一些股都是从很底部 冲上来的 所以好像有一点的回调 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 So 接下来 相信大家都很想记到 未来的骑士 未来的走势喔 你看啊 手套股叻 手套股啊 手套股啊 手套股 手套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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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股感觉 它们已经冲到一个顶部的时候 然后又回调了啦 So 大家又游到不同哪里去炒另外一支股 或者去投资另外一些股的时候 就 你就会发现到 欸 手套股又比较冷一点 等一下 一下又回来 所以你看喔 手套每一次跌的时候 发骂 打骂 它都会起喔 就这样 So 相信大家也知道 每一支股它去到最顶部的时候 我们不懂 它哪里是最顶 可是它一定会掉下来 因为大家都要拿Profit 回家 OK So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Health Care 然后 相信大家也知道 这个Technology的股 也是去到一个的 巅峰的时候 大家也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它或许 就会像 手套 那样的 掉 老实不懂 不过在这里 先提醒大家 可能它会有一个泡沫这样的一下 然后又回调上去也有可能的 所以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Technology 相信你们知道 如果你没有看美国股市 NasTech的走势的话 NasTech是一直创新高的 所以为什么 这个科技板块它也会一直 一直会起 因为NasTech里面 本身很多都是科技 科技公司嘛 像Facebook 这一些 都是很好的科技公司 OK So 相信大家也很想知道 接下来 我们应该要专注 在哪一些领域 所以如果你们有听老师的直播 老师就在这里 给你们一些的福利 所以老师本身是蛮看好 如果你没有跟踪老师的 这一个Facebook的话 你们就有看到老师有一个 profit 在 supply energy 所以 嗯 就证明这位老师也开始在看 这个 commodity 这种的公司 So 油股 油企业 其实对老师来说是蛮复杂的 可是我会以技术方面来看 然后 跟这一些的趋势一来 它就会 我相信 这一个板块也是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可以专注的 还有 我们的这一个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还有这一个 property 相信大家 现在也 也知道啦 因为发展中国家 拿你个的 book 不会有得到project 这些公司 他们一定要project来生存的嘛 So 谢谢大家的观赏 在股市本身 就是 懂的人 赚不懂人的钱 请不吝点赞 到哪里 你 是